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生产者理论当中的短期生产函数 各位同学都知道 在前面的单元里面 我们已经介绍过消费者理论 谈到效用理论 那在生产者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谈 生产者在生产产品的时候 他必须要考量到说 他到底要生产多少的数量 那生产产品的时候 也必须要考量成本 那我们在第九单元 先从短期的生产产数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三个 第一个 我们要先去了解说 各位我们从之前的单元里面 已经介绍过 厂商必须要有要素的投入 生产要素的投入 厂商雇用这些生产要素之后 生产出产品来 再把产品卖到商品市场上面去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说 到底多少的生产要素的投入 能够创造多少的产出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这一个单元里面的 第一个学习目标 第二个 我们这个单元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短期的生产产数 所以我们也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是短期 什么是长期 那么在短期 第三个学习目标呢 那么在短期的生产产数里面 我们主要探讨的 有所谓的总产量 平均产量跟边均产量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在第九单元的学习目标 学习方法呢 一样的 就是在我们每一次单元 都会一直提醒各位同学 就是您在上课前 一定要先做好 针对这个单元里面 所要谈论的内容 做一些课学预习之外呢 那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也要专心的听讲 那么回去之后呢 把这个单元里面 老师所传达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做一些复习 把笔记整理好 那接着 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些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 实际的例子 配合我们在课堂当中 所传授的一些理论 来理解这些理论的内容 对于你在学习 这个单元是比较有帮助的 接下来 我们的课程大纲 分成三个部分 其实第一个是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长期跟短期的区分 第二个 中产量 怎么出来的 那平均产量怎么计算 边际产量又是怎么计算的 第三个是 我们要去做边际产量曲线的推导 这些对于我们了解 这个短期生产函数是有帮助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 什么是生产函数 在定义生产函数之前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 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就是厂商存餐的目的 厂商存餐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目标 好 那么厂商生产的目的是在 既定投入的条件之下 达成追求利润极大的目标 那么既定的投入条件就是什么 就是 他投入多少的生产要素的量 然后能够让 他的利润达到最大 这是我们讨论这个单元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厂商投入多少生产要素 他能够创造多少的产量 那么这个产量能够帮助他 达到利润极大化的目标 好 再接下来 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 过去在前面的单元里面 我们前进介绍过生产要素 其实生产要素有四个 第一个是劳动 第二个是资本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土地 第四个是企业才能 那么我们为了要帮助各位同学 因为从前面几个单元 各位已经都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都会借助很多的图形的分析 来帮助我们理解 这些经济学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我们要在图形当中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说 用X轴跟Y轴的方式 一个平面的图形 来让各位理解 所以过去我们在说经济学生产要素有四个 劳动 土地 资本 企业才能 那么为了要帮助各位同学能够理解 用图形的方式来理解这些内容呢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产要素呢 假设我们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 第一个是劳动 第二个是资本 所以各位同学这个要先记起来 就是我们只假设 厂商会去雇佣劳动 到劳动市场上面去雇佣人力 那会到资本市场上面去雇佣资本 来帮助他生产产品 好 接下来就是生产函数的定义哦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好 这是一个生产函数的一个符号 这个Q呢 代表的是产量 那么这个L代表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劳动 K呢 代表是资本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雇佣多少的劳动呢 能够创造多少的产量 雇佣多少的资本 能够创造多少的产量 劳动投入的多寡 以及资本投入的多寡 都会影响到 我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产量 这是一个生产函数的一个定义 就是雇佣多少劳动 以及资本能够创造出多少的产量来 那接下来呢 在进入这个生产函数的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是短期 什么是长期 好 各位看这句话 我们在区分长期跟短期的时候 是看什么 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 能否调整 在进行下面的说明之前 先给各位一个提醒 我们刚刚说我们会雇佣劳动跟资本 对不对 短期的情况下 各位去思考一下 短期的情况下 哪一种生产要素能够调整呢 短期 如果今天我们要生产 我们要增加产量 在短期的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只能增加劳动的雇佣量 多雇佣人来生产产品 资本呢 资本是说 比如说像我们要扩建厂房啊 或是天购机器设备 那个东西才叫做资本嘛 扩建厂房 天购机器设备来生产产品 一样能够使得中产量增加 但是短期的情况下 各位想想看 有办法透过资本的增加 也就是扩建厂房 短期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说明 各位应该可以理解 短期的情况下 劳动是可以调整 资本不能调整 长期的话 如果它时间够长 长期的话 劳动资本都可以调整 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 我们说这个单元是在谈 短期的生产元素 那所以短期的生产元素 里面只有劳动是可以变动的 资本是不能变动的 所以各位接着看 短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短期呢 短期是 至少 有一种生产要素的使用量 无法调整 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做注解 短期的情况下 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使用量 无法调整 这一个生产要素就是什么 就是资本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那所以说 短期的情况下 有一种生产要素没办法调整 那各位看 长期呢 长期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调整 也就是劳动 以及资本都可以调整 进而去影响到我们的产量 这就是我们生产元素之间的关系 那除了长期短期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市场期间 这个市场期间的意思就是什么 极短期 用比较白话来说就是极短期 极短期的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时间太短了 短到什么 你连调整劳动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时间太短 太紧急的情况下 时间太短 劳动跟资本都没有办法调整 所以他这边说 市场期间 也就是极短期的时间里面 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 都是没办法调整的 好 所以各位要去理解 长期短期 长期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调整 短期 有一个生产要素没办法调整 那就是资本 极短期的话 所有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 都没有办法调整 好 所以接着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 短期的生产要素 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因为在短期的情况下 因为在短期的情况下 资本是固定不变的 没办法改变的 所以真正会影响到我们产量的 只有什么 只有劳动 会影响到它 所以我们进一步 把短期的生产要素简化成这样的一个符号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资本是固定的 各位去想象一下 就是说 目前这个工厂 这个公司 现在在生产这个产品 它的厂房 就是固定的 要增加产量 就是多雇佣人力 资本就是这一间厂房 这一间厂房就是固定的 所以资本固定的情况下 真正会影响到产量的只有劳动 所以短期的生产要素可以简化成 现在这个情形 只有劳动 会去影响到我们的产出的多寡 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就是 什么是总产量 什么是边际产量 什么是平均产量 那我们先定义 总产量 总产量 各位看到这个字面上的说明 就是说我们给定这个变动要素使用量 好各位在刚刚我们已经说明 在短期的时候 资本是固定 所以是固定要素 劳动是变动要素 所以刚各位看到变动要素的时候 其实各位都要知道 就是劳动量 好所以我们在给定劳动量 给定某一个劳动量的时候 可以达成的产出的总量 就叫做总产量 再讲一次 我们投入三个人 能够创造出来多大的产量 那个产量就叫做总产量 其实这个总产量的定义很简单 我们投入一个人力 能够创造出来多少的产量 那个产量就是总产量 投入两个人 能够创造出多少的产量 那个产量就是总产量 以此类推 所以总产量的定义非常的简单 那从总产量之后呢 我们在后面会 在这个单元最后面 会有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练习 那么从总产量这边进一步衍生出来的 就是平均产量 那各位看平均产量的定义 他说 平均产量是什么 是总产量与变动要素使用量 也就是劳动量之间的比值 各位看到这样的文字比较抽象 那各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文字 就是平均每一单位的劳动 能够创造多少的产量 这样的一个定义叫做什么 叫做平均产量 在短期的情况下 因为只有劳动 是劳动量是可以变动的 所以我们在计算 平均产量的时候 是在说明说 平均一个人 也就是一个劳动 能够创造 多少的产量 出来 这样的一个定义叫平均产量 所以各位看平均产量的计算方式 是什么 平均产量 这个是平均产量的简化的符号 这个A就是average 就是平均的意思 这个P就是product 就是产量 平均产量等于什么 这个Q呢 Q就是什么 Q就是总产量 Total product 总产量 除以我们所雇用的劳动量 就可以得到 这个平均产量是多少 等一下后面的投影片 会有实际的一个例子 跟各位做说明 好 这个请各位同学 把它记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边际产量 边际产量啊 各位看到这个字面上 我用白话的方式 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边际产量 如果我们用白话来说 就是每额外增加一单位劳动 总产量的变动量 各位看这个符号 边际产量 Marginal Product 边际产量等于什么 等于劳动的 这个这个三角形 Data这个符号 就是变动量的意思 变动量 就是劳动的变动量 会造成多少 总产量的变动量 那用白话来说 就是我刚刚说的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的劳动 总产量的变动量 再讲一次 每额外多雇用一个人 他能够创造多少 总产量的变动 那么两者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笔值 就叫做变积产量 那各位同学 我们还是从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啊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各位同学 会比较容易理解 刚刚前面 关于总产量 平均产量 跟变积产量的说明 那各位看到这个图表 这张表是在说明说 我们雇用了多少的人力 然后呢 他会创造出 多少的稻米产量来 那刚刚我们看到说 总产量 我们刚刚说总产量 总产量是什么 雇用一个人 能够创造多少的产量 这个东西叫总产量 所以我们从这张表 可以看出来 当我们雇用五个人的时候 这五个人能够创造出 27单位的稻米的产量 那么这个27单位呢 就是这五个人 所创造出来的总产量 那平均产量呢 平均产量我们刚刚不是说 平均产量是什么 平均一个人 能够创造出来的产量是多少 就是什么 平均产量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注决 就是什么 我们的总产量除以我们的劳动 所雇用的人数是多少 两者之间的比值 叫做平均产量 所以你看这个5.4是怎么来的 5.4一定是 我们雇用五个人的时候 我们创造出来的产量是27单位 那我们要把它除以这个五个人 我们就可以得到 平均哪一个人能够创造出来 5.4单位的产量 这个5.4就是平均产量的意思 好 到目前为止 应该可以理解吧 接下来 这个7怎么来 这个7是怎么来的 回想一下我刚刚说 边际产量的定义 边际产量是说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产量 总产量的变动量 我们的符号是这样子 劳动的变动量 分支 总产量的变动量 有没有 那你看哦 劳动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产量 各位看这个地方 原本我们雇用四个人 现在我们雇用一个人 我们劳动的变动量是多少 从四个人变动到五个人 所以劳动的变动量是1 那么 当我们雇用四个人的时候 总产量是20 雇用五个人的时候 总产量是27 所以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劳动 总产量的变动量是多少 总产量的变动量是从20 变动到27 所以总产量是7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再腾过来 劳动的变动量 从四单位变动到一单位 劳动量变动量是1 总产量变动多少 总产量变动是7个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7 边际产量是7 这个7是这样来的 那各位 如果我们再举一个不同的例子 如果我们这边是1 3 5 7 9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意思类推 那现在你看哦 刚刚说是劳动的变动量 是从四个人变动到五个人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从7个人变动到9个人的话 那各位 劳动的变动量是多少呢 是2哦 雇用7个人的时候 总产量是20 雇用9个人的时候 总产量是27 所以总产量 当劳动的变动量 从7变动到9 变动量是2 总产量变动是7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例子的话 这一个的边际产量是多少呢 就是总产量的变动量7 还要再处理什么 处理劳动的变动量 这个是这个时候 劳动的变动量就是2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 就是3.5了 边际产量就是3.5 好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去了解哦 边际产量是 根据劳动变动量多少 会造成总产量变动量多少 那么这两个之间的比值 叫做边际产量 好 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 我相信同学应该 会比较清楚 平均产量怎么计算 那么边际产量怎么计算 接下来 我们来看 平均产量曲线 跟边际产量曲线 是怎么样推导出来的 各位 看到这个表 看到这个表 总产量 两单位 六单位 十二单位 二十单位 二十七单位 一直在推 一直到 四十三单位 有没有 你看哦 总产量是一路一直往上增加 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第十一个单位的时候 总产量已经不会增加了 反而是减少的 有没有 所以把这些点 描绘在这个图形上面 你可以得到 总产量曲线会像这样子 一路的往上增加 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 到了第十一个单位的时候 它开始往下走 好 这个是我们后面会谈的一个东西 叫做边际报酬地检法则 等一下当文字出现的时候 我们再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 总产量曲线 它会先从原点出发 从原点出发之后呢 一路往上 然后呢 到达某一个雇用量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递减了 这是总产量 那平均产量 平均产量曲线 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平均产量曲线 各位可以在旁边做一个数捷 就是 它是 好 请注意 这两个字 平均产量曲线 怎么样 总产量曲线 这一点 总产量曲线 这一点 跟圆点连线的割线斜率割过什么 割过这一条总产量曲线 那么这一点 这一点这一条线的斜率 这一条线的斜率就代表着平均产量的 平均产量曲线的这一个数值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一点假设是这一点的话 假设是这一点的话 那么这一点跟圆点连线的 跟这一点远点连线的 它跟它连线的割线斜率割过它 那么这一点的斜率 各位看这两条线 现在这两条线哪一个比较陡 是不是这一条线比较陡 这条线比较陡 好这条线比较陡 对应下来的话 对应下来的话就是 就是这一点 就是这一点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它所对应的学历 那因为它这个什么 因为它这条线是负的 负的比较大 负的比较大不是就是比较小了吗 所以A点对应的点在这边 因为它是负的 这条线是学历是负的 所以负的话 连在这边来 所以它的值会比较小 好所以各位只要记住这边 总产量曲线上面这一点 跟圆点连线的割线学历 就代表着平均产量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 把平均产量曲线推导出来 那接下来边际产量曲线呢 它的定义啊 边际产量曲线的推导是什么 是总产量曲线上面 任意点的切线哦 所以刚刚 平均产量曲线的推导是 任意点跟圆点连线的割线 现在是切线 所以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 ABC三个点 A点 这个是A点 这边有一条线 切过它 B点有一条线切过它 C点有一条线切过它 那你看 在 C点之前啊 从A点 A点的线比较陡 B点的线 渐渐的比较怎么样 渐渐的比较平缓 从比较陡 就是代表斜率比较大 然后到B点的时候 变得比较平缓 到C点的时候 C点 你看这一条切线是什么 是一条水平线 水平线的斜率是什么 水平线的斜率是零 所以你看 C点的时候 水平线的斜率是零 对应下来的边际产量的那个值 你看 边际产量是零 所以边际产量曲线是先上升 然后因为随着点不同 斜率慢慢变小 所以值也慢慢变小 变小变小 变小到C点的时候 它的什么 它是一条水平线 它的斜率是零 所以边际产量 对应的是零 那我们把这些点 ABC三个点 对应的这个DEF点 把它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边际产量曲线 好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是说 平均产量曲线的推导 是根据总产量曲线上面 任意点跟远点连线的割线斜率 推导出来的 它的值 它的值 多少 我们就对应多少的平均产量 那边际产量曲线呢 是总产量曲线上面 任意点的切线斜率 所以从图形当中 切线斜率越来越小 一直到变成水平线 变成是零的时候呢 变成是零的时候 好 刚好就跟横轴 跟横轴相切 好 这是边际产量曲线 跟平均产量曲线的推导 好 那各位看啊 这个地方 总产量曲线上面的 零到A的部分 零到A的部分 你看自己去练习 画一下那个切线 那个切线会怎么样 越来越陡 越来越陡 所以它说 总产量随着劳动使用量的增加 有没有 这个是劳动使用量 总产量 随着劳动使用量的增加 哇 一路往上增加 所以 边际产量曲线是正斜率的 往上走的 那 从A点到C点呢 你看 从A点到C点 总产量曲线还是什么 随着劳动 总固用量的增加 总产量还是一直增加 可是什么 那个斜率慢慢变小了 原本是很陡的线 现在变成比较平缓的线 所以斜率慢慢变小 所以你看 这一个 边际产量曲线就怎么样 边际产量曲线就从正斜率 变成是负斜率的 那你再接着看到C点的时候 到C点的时候 各位看 到C点的时候 切线斜率是0 所以切线斜率是0 就表示什么 边际产量是0 所以在这边 这个时候各位对应 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这个地方 边际产量等于0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 其实你对应的总产量曲线 你看到 边际产量等于0的时候 总产量是达到最大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小小的误解 边际产量只要大于0 边际产量是 我们说 额外增加一单位劳动 总产量的变动量 只要它大于0 总产量会一直不断的增加 那如果边际产量小于0呢 边际产量小于0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多雇用一单位劳动 总产量的变动量是负的 所以当边际产量小于0的时候 总产量会减少 也就是这一段 C点以后的这个阶段 那唯一的 只有当边际产量等于0的时候 总产量是最大的 好各位同学这个观念 一定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所以下来这张投影片呢 所以C点以后 各位看C点以后 C点以后总产量曲线 不是往下了吗 这个切线斜率你看 切线曲率就变成是负的 负的所以 它的边际产量曲线 就会落在横走的下方 所以边际产量曲线是负曲率 而且是什么 落在横走的下方 好所以 这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边际产量如果小于0的时候 总产量 边际产量小于0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阶段 边际产量已经在横走的下方 小于0的时候 对应上来 总产量已经开始在减少了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就是边际报酬地减法则 各位想想看 随着劳动固定量的增加 总产量虽然会不断的增加 可是 你从图形可以知道 总产量增加的速度 慢慢减缓 甚至于到达那个C点 前面的图形那个C点 C点的时候 如果我们继续增加劳动固定量的时候 总产量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小 所以各位同学要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边际报酬地减法则 我们虽然说 一直多雇佣劳动 可以让总产量增加 可是 当你雇佣的人力过多 你的厂房 没有相对在短期的情况下 因为你的厂房 没有办法扩正的时候 你的厂房 原本只能容纳10个人 当你雇佣到11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 就会绑手绑脚 反而会什么 反而会让你的总产量不增 反减 好 这就是边际报酬地减法则的定义 好 请各位同学把它记下来 随着变动要素 使用量的增加 也就是劳动雇佣量的增加 你总产量增加的速度 会越来越慢 好 这样我们跟给各位同学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题 来把这个单元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透过这张简表 我们要去计算 1 2 3 这三个数值 各为多少 那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算这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子题 这个数值到底是多少呢 现在这张表值给我们 我们劳动的雇佣量量是25单位 平均产量是3单位 那各位 我们在前面的 前面的叙述已经跟各位说过 平均产量是什么 平均产量是 总产量是多少 除以我们雇佣的人力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得到 平均产量是多少 那现在这张表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的两个条件 平均产量是3 劳动的雇佣量是25个人 那求总产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总产量是 总产量是3乘以25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75 对不对 很简单 那接下来这个平均产量 更简单啦 平均产量是 一单位劳动能够冲造出来 多少的产量 那我们把它写在旁边就好 你已经都知道 总产量是多少 总产量是 23对不对 雇佣的人力是多少 雇佣的人力是 5个人 所以23除以5 你可以得到 4.6对不对 好 比较麻烦的是边际产量 边际产量是说 每额外 雇佣一单位劳动 总产量的变动量 各位我们前面都已经举过例子了 现在15单位 变动到20单位 劳动的变动量是多少 劳动的变动量是5单位 对不对 总产量的变动量是多少 总产量从57单位 变动到67单位 总产量的变动量是 10 那所以我们不是说 生产元素跟各位同学做说明的时候 就是说 各位看到从刚刚的例子 还有那个图形都只谈到什么 在短期的情况下 因为只有劳动可以变动 劳动会去影响到 影响到我们的总产量的产出 所以在这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只看到 劳动 劳动的雇用量跟总产量之间的关系 透过劳动量的变动 我们去计算总产量的变动 然后进一步去计算 平均产量是多少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回去之后 能够再去根据前面的例子 再回去多做练习 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的学习 能够非常的顺利